华少自爆发胖原因 成金并无法锻炼 一碗要吃五顿 早些时候 华少在主持中国好声音节目时 被网友调喊 胖到没脖子 节目当中华少看上去脸圆圆的 身体也十分圆润 说恰不明显 显得回复态 事后华少也俏皮的不应发胖 近日华少自爆迅速发胖原因 引发网友关注 下面跟随小编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吧 近日某节目当中 华少自爆迅速发胖原因 自称因病无法锻炼 且生病期间需要工作应酬 一碗最多要吃五顿饭 所以才迅速发胖上了热搜 华少称一直他热爱美食 但是因为坚持健身 所以死前能做到美食身材两不物 三个月前他不小心撞破了前额 医生嘱咐他 一个半月不能有任何的大幅度运动 甚至有帽都不能带 因为会拉扯头皮导致伤口撕裂 受伤头皮部位会变秃的 我华少怎么能突呢 所以他愉快的接受了医嘱 坚决不在运动了 恰逢自己导演的相不启动 在这期间应酬不断 甚至最多一晚上要吃五顿饭 就迅速的胖成了后来的样子 胖上了热搜 还挑战自己是一个靠才华吃饭的男人 现在是靠肉体走红 早在今年七月 华少翻译博表示 我的肉体是胖了 但我的灵魂没有膨胀 十月八日晚 华少晒照 回应发布 俏皮鞋道 不卡 所以你们还有什么 想问我的吗 照片当中 华少拿着话筒 在舞台上主视节目 特意将 左手无名指的戒指 给圈了起来 在图片上 配上卡不卡 痛不 等文字十分逗趣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